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这一集要来教大家早午餐跟下午茶都可以 派上用场的荷兰宝贝松饼 有甜的跟咸的我都帮大家设计好了 这边看到材料有蛋一颗 鲜奶50ml 糖8克 中筋面粉35克 还有肉桂粉 如果你不喜欢肉桂的味道 你就可以不要加 然后奶油啊 我分成8克跟5克 我们先来打蛋 跟鲜奶 把它混合起来 稍微混合 然后我就把糖放进来 这里啊 我们要把糖打散 所以这里花的时间会比较久 糖打散了之后呢 我再把奶油放进来 这个是8克的奶油 这个奶油啊 是我自己做了很多次之后 我觉得在这个面糊里面加上奶油 我们烤出来的荷兰宝贝松饼 不会塌的那么厉害 它维持那个高度的状态会比较固定 然后接下来都打散了之后啊 我再把我的中筋面粉过筛之后放进来 像这样子把面粉跟这个面糊啊 湿的面糊都把它均匀了 你没有看到那个结粒块 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们在一刚开始的时候啊 我这个铸铁盘我就放在烤箱里面了 所以你看我拿出来之后 我把奶油这个5克的奶油放进来 奶油马上就会融化 然后跟滚 因为刚才我们烤箱是200度在预热 然后我这时候再把刚才打好的面糊放进来 这个过程都不难 你看哦 我这里就用了200度15分钟 然后跟180度5分钟去烤 这烹起来的高度我就非常非常漂亮 它不会塌的太厉害 对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讲的 面糊里面有加了8克的奶油 然后我就可以在下面铺上我们的果酱 柑橘果酱啊草莓果酱都可以 然后再放上当季水果 那我们在外面吃这一道的时候 可能还会撒上糖粉 我就没有撒糖粉了 但是我有淋上我们之前预购的枫糖浆 然后再一点点的果酱都可以 这个一粒一粒的是珍珠糖 这个是我之前在做甜点的时候会用的 这一道甜点的啊 就是水果塔之类的这一个荷兰宝贝就很好吃了 你可以当下午茶 然后这里啊再看到我做的这个是咸的 我帮大家搭配的 一样我们把它烤好之后啊 拿出来 然后我就把培根铺上去 然后再把豆芽 我们看了这个豌豆苗我也把它放上去 因为现在豌豆苗很多就用了豌豆苗 然后再放一颗蛋上去 再放进去烤箱烤 烤的程度就到你觉得那颗蛋的熟度是不是你要的 像我蛋就是有一点半熟蛋这样 这很简单大家试试看 好了我是曼妮我们下次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